我18年的时候有幸和以前的一个老同事 我们一起做一个项目 然后正好有那么一个机会去德国访问 那个著名的改装厂叫巴伯斯 或者有人家叫巴伯士 Brabus 奔驰运用的一个改装厂 跟AMG是属于并驾齐驱的 那个当时我去了之后 因为我们是租车去的 然后直接开到那个小镇 那个小镇的名字叫Bartrop 去了那个小镇以后 是一个非常安静 非常祥和 非常色彩丰富的这么一个小镇 因为周围都是绿树成荫 然后河流贯穿整个市区 整个小镇的周围 所以给人感觉特别好 你完全不会想象说 中间还有那么一个大规模的 一个汽车改装厂 去了以后 当然我们之前都预约好了 去了以后 我们看到的从停车场 一直到各个车间 一直到他们的办公区域 给我感觉是可以站到整个小镇将近四分之一的一个面积 而且整个小镇将近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应该都是给这个工厂服务的 从那个工厂当时去了之后的感觉是 从接待 从前台 一直到整个接待我们的这个工厂的整个的这么一个访问的过程 每一个车间 每一个工序 每一个流程的这么一个参观 还有就是对于他们整个办公车间 改装车间 还有这个他们员工休息区域等等等等一些细节的给我们的印象是非常好 干净 利索 整洁 规范化 标准化 所以从各个细节能看得出来 德国人对于他们所有从事行业的这种严谨真的不是吹的 而且当时我们去了以后 他们的这个公司高层会带我们参观到一些他们生产流程的一些不对外开放的一些细节 一些工序上面 给我们讲解 比如说有些机床是怎么样去制造某一些模具的 某些这个电子的这个 这个计算机是怎么样去制作这个3D的这个CAD效果图的 然后怎么样在改装车上面发挥他们最大的这个作用 然后怎么样去这个在 在把特定的车型 因为我在停车场看到很多这种像奔驰的S啊 G系列啊 GLS啊 GLE啊 等等等等 一系列奔驰的车型在那边等待改装 而且很多车都是海外的订单 直接发到他们这个厂区就完全是全新的新车 然后在这经过改装 发货到海外的客户的手里 而且听他们说很多都是那些阿拉伯国家石油国家的那些王子或者王室 特殊定制的 量身定制的这些车型 还有一些测试跑道啊什么的 我们都看了 真的是不是 不是跨的 确实是非常的严谨 嗯 历时两天吧 整个的行程历时两天 嗯 最后 跟他们进行一系列的商务谈判 一系列的这个合同的商商业合同的一些签署 巴伯市在国内其实也是家喻户晓的 但是可能是由于政策啊或者一些车型的原因或者是进口条款的原因 可能并没有像在国内像在德国那么那么广泛的去去被广大消费者去购买 价格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主要是税 税费太高了吧 然后 德国整体给我的感觉 还是很不错的 除了那个他的那个德国高速没有限速让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有一点心颤意外吧 开上去 因为很多车真的是直接145156就直接从你旁边呼啸而过 当然德国车的效性能也是非常的顶尖的 奔驰 奥迪 宝马 我们真的是看了之后确实跟在国内感觉完全不一样 当然肯定比加拿大还要好很多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次商务旅行的这么一次机会 让我真正的看到了德国的这个不一般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加拿大其实他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啊 比德国差太多了 差太多太多 无论是 无论是经济实力 无论是社会的这个国际上的影响力 还有这个文化上的影响力 比德国差太多太多了 不是一星半点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大家